嗨 大家好 我是张小放 昨天拍了一些我开车啊 路上这个国产车的视频 有些人说可能 说那意思怎么 不太公正对吧 因为代表不了整个中国确实如此 然后呢 我现在又特意拍了几个啥呢 拍了一个我车厂啊 现在所售卖的国产车和这车的比例 还有个是我家楼下 对吧 首先介绍一下 我家车厂一共三个部门 我家是散步 散步的车呢 年限啊 稍微长的没丢丢 然后吧 然后呢 一共可能 我转上看来一共73台车 里边最后统计数是26台国产车 国产车的比例应该是到三分之一还多了 没到四分之一也差不多了 我已经没细算这个详细的数了 然后呢 我家楼下 我刚刚看完 楼下一共23个车 起一个是国产车 比例也差不多三分之一 但是七台国产车里边 我自己贡献两台 这是我家楼下 首先我家楼下是一个 老旧城区 你也可以离业成贫民苦 说实话 没有 基本上都是比较穷的人才能住在这 对吧 就像我这种 所以说呢 我不知道跟你们所谓那种什么城乡啊 比能如何啊 我不知道这个这个东西如何 但我只说我家楼下这个比例和我车厂那个比例 但是你如果 我并不找一些 我不会 我看没去一些什么高端的地方啊 什么 高端小区 什么高端停车厂啊 我没有往那去 就是两个普普通通 我最能解锁的地方 对吧 大家看一眼 就是这个国产车和合资车的比例 当然这种证明不了什么问题 我只是说 就是在沈阳这个城市 展示这个地方 合资车的数量还是远远高于国产车的 而且二轴车市场 我家大车市场平均 国产车的车龄要比合资车 晚上三年到四年 也就是国产车 车主 会更短的周期把车卖掉 也可能是车主发财了 换车了 或者是别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等你来看 我家合资车的年龄 可能要平均下来都得在一二年 一三年 但是国产车的年龄 平均下来可能一六一七年 这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数据 我不是说国产车好 我也不是说国产车不好 我也不是说合资车好 我也不是说合资车不好 我只是在陈述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 沈阳一直我们当常见的汽车这么一个比例 我先把视频放出来 大家自己看一眼 我是小胖 今天带大家看一眼 咱家车厂的车啊 就看一眼 国产车的占比大概是多少 我也没统计啊 这三台都是啊 插鞋的都是咱家的 这次 都是合资的 这壁钩是零是咱家的啊 一台国产的 一共有统计个数啊 这大概就是想看一眼 一台国产的 这是马 马巴 圣达 两台国产车 三台 这哈佛H4 就是那个静小哥说那个车 这仲态啊 这就是那个底配 比高飞贵以外那个仲态 这奇瑞不是啊 这都不是咱家车 这面猫车是咱家的工具车 这边走 斯巴鲁 这也不是东南地叉起 大峡起 国产的 这个不是 CS75 真要记得 俩CS75那个哪去了 这也是国产车 纳斯捷 这也是国产的 国产的 JS 国产的 50 国产的 比亚地远 国产的 这个分车 有咱家车啊 这也是国产的 这个国产的 这就是高配那个仲态 这红色的 壁购设定出去了啊 再看这头 没猫车 国产的 这也国产的 这个是04年的Polo 反正怎么说呢 能对付开车就不错了 这个中华国产的 这咱家对党开的车啊 别的也不少 这个荣卫 国产的 比亚迪 国产的 我现在提到的这些都是卖的啊 这个不是 这是啥 奔腾 国产的 好 就这些 博瑞 这些是咱家卖的国产车 到咱家中间开眼轿尺啊 一共多少台国产车 我就想指到啥 没别的意思 就看一看 二车车的市场比例的国产车多不多啊 一会儿我会统计一个数啊 然后做一个 比较直观的一个一个对比 太累了 走这样不大了 中华名诀 俩国产的 其实这个轿车里边灌车不多 这其达不是 这车子刚到甲了这个 大众 这都不是 这宝马 宝马七系 五系啊 这那五系 新刀家的A仨 这个 奔腾 国产的 这个 国产的 这其达订出去了啊 哎呀 这还这是啥 大众公司 这个 国产的 剩下还有没有的啊 剩下都是合资车了 合资车的比例还是远远高于国产车啊 对 这些 这些 这些都是合资车了 好 两国产车 合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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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台合资车 现在一台国产车 两台国产车 三台国产车 四台国产车 那个五台国产车 看里面还有啥 五台国产车 六台 七台 名刀 五台国产车 二台国产转的 下来 二台国产车